我们的Naha初阶课程呢 最主要就是为了要拿到一个国际的方寮认证去做设计的 那在这个部分呢 像是一些方寮的基本的咨询概念 以及调油的一些基本的禁忌跟技巧 在这个部分会深入的去做一些介绍 那像是我们一些基底油 还有存入的一些运用也是在课程里面 那同学最有兴趣像是精油抓粥 或者是心理分析的部分 在这个部分我们也都会去介绍到 所以呢只要参加完我们的Naha初阶的课程之后呢 就可以让各位去取得我们这样子一个基本的国际认证